你知不知道有一种节日抑郁症 就是很多人一到过年 就会觉得焦虑孤独压抑消极 本来想着放假可以好好地休息睡懒觉了 终于可以调整一下身心了 但却会头疼失眠饮食失调 有些人还会有不正常的肌肉酸痛 或者心跳太快的症状 还特别容易发脾气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从心理学角度来给你以下几个建议 你可以多做以下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少喝酒少吃乳制品 第二尽量保持睡眠 你可能会失眠 有些人可能换了床就睡不着觉了 或睡不好觉了 所以在过年回家的时候 尽量要给自己提供一个可以入睡的环境 比如准备一些住眠的东西 比如让你的枕头变得舒服一点 或者有一个香薰等等 那睡觉前呢千万别玩手机 洗个热水澡 真的也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入睡 第三就是每天锻炼十分钟 哪怕就是在小区 像这样的小区 散散步都可以 第四个千万不要暴饮暴食 尤其是控制糖的摄入 还有酒的摄入 第五就是多晒太阳 第六少吃零食 这下个enthen 咪开玩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